我们看到了昨天美国华府的9117周年纪念仪式 特别感谢了台湾所捐赠100万美金建立的纪念碑 而这场纪念活动呢 也成为了这个台湾跟美国外交一个重要的交流场合 因为我国的驻华府代表有机会跟美国的高官面对面来沟通 昨天特派张国华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厦911离难者纪念公园的落成典礼 成为美台之间的外交舞台 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在2005年 向五角大厦离难者纪念公园基金会捐款100万美元 是泰星级的赞助者 因此驻美代表袁建生夫妇 成为纪念公园落成典礼系列活动的贵宾 我昨天是坐在部长的旁边 袁建生在10日的一场晚宴上 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坐在一起 现场的大型电视荧光幕上 多次播放中华民国国旗和感谢台湾人民的字幕 我们非常感谢因为他两个大一幕 就一直播放中华民国 对这个911这个事情的同情和支持 11日的911纪念大会和离难者纪念公园落成典礼上 袁建生作为贵宾不仅坐在前排 而且还应邀与副总统钱尼和国防部长盖茨 一起出席一个小型餐会 连这个主人连客人只有48个人 所以这非常非常的这个intimate 与钱尼和盖茨一起用餐 有没有讨论美台关系和对台均售 袁建生的说法是该谈的都谈了 而且美方的反应非常正面 昨天差不多三个小时 今天是那个吃饭两个小时啊 该谈的问题都应该谈吧 部长的反应怎么样 非常正面 袁建生在谈到与钱尼和盖茨等美方高层共同用餐的经历时 相当的兴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初做出捐款决定的 是民进党政府 所以袁建生今日之风光 也可以说是前人种树 后人成凉 中天新闻 张国华 众议庭 华盛顿报道